安华完整的内阁名单出炉 新加入的27名副部长中 却看不见全民党代表 主席拿督孙伟轩直呼失望 也是如楼国会议员的孙伟轩 在脸书发文指出 全民党是最早表态支持安华任向的政党 却在新内阁一无所获 他形容对新内阁阵容难以言语的失望 无论如何他表明 肯定不会让党的利益凌驾国家利益 至于全民党未来的方向 孙伟轩不排除会跟其他政党合并或组织联盟 未来几天他会与党内资深领袖开会商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